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和李沁光明之路平翻 李沁成功饰演刘巧珍之后咔位飞升 王一博、李沁光明之路早已结束拍摄 然而这部剧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一直没有路透流出来 同时连开机一事 官宣方位也没有 就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了 刚刚有众多娱乐博主爆料 光明之路王一博、李沁、王阳平翻 一时之间有人表示难以置信 有人表示全在意料之中 官宣之后如果真是三人平翻 可以想见又将引起怎样的轰动 王一博粉丝一直坚持 王一博是光明之路的一番大男主 因为王一博近期无名长空之王先后上映 票房看似都很高 按照电影咖比电视咖有逼格的原理 王一博显然应该压翻李沁 但播开重重迷雾 会看到无名是春节档 且有梁朝伟、周迅、黄磊等多位戏骨抬轿 而且对于这部电影的评论一直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长空之王更是掀起一波波的网络舆情 占了五一档和最高排片的天时地利 然而就连王一博粉丝都屡次强调不能用专业的眼光来评价这部电影 换言之就是在专家那里 长空之王的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 只能攻门外汉自娱自乐 而李沁尽管缺热度和流量 但他的颜值、演技和台词是毋庸置疑的 近期播出的人生之路更见证了李沁不俗的实力 无论是深爱高加临时天真淳朴 以为真爱可以战胜一切的农村女孩 还是后来因为女儿生病 深爱的丈夫病逝 只能独自一人支撑起一个家 恰逢创业大潮 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大老板 李沁都能妥妥驾驭 演得唯妙唯笑 在这部剧里 李沁少有时尚的服饰和漂亮的妆容 但大美女从来不惧怕半黑半丑 一切为角色服务 李沁也基本还原了路遥笔下 对爱情有一腔孤勇 拿得起放得下 心性单纯且刚强的巧真这个形象 另一位传语二人平凡的演员王阳 是一位演技派 一直觉得他和吴启华很像 一正一邪 眼神戏尤其厉害 目前他还未结束光明之路的拍摄 看来戏份很重 光明之路的三位主要演员 可以说流量 实力各有千秋 以官宣为准吧 这部叠偶剧 如果剧情能够抓住观众的胃口 演员表演达到预期 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年的爆款剧 希望届时大家都来先赌为快呀 长空之王 没人知道的幕后艰辛 长空之王剧本花了三年之久 前后反复打磨和修改 累积写了一百多万字 在整个过程中 他和导演刘小士走访了所有的 试飞员场所 采访了试飞员 飞行员 飞机设计师 工程师 机务人员在内的工作人员 我们尽量保证电影的专业性 真实性 以及趣味性 他通过和他们的采访中找到各种真实案例 例如 某试飞员在飞行中遇到了飞机故障 他镇定自若地解决了问题 并将飞机安全地返回地面 这个案例让试飞员们认识到 即使遇到紧急情况 他们也需要保持冷静 并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解决问题 另一场特勤任务中 一架飞机需要进行例行维护 但在起飞前 飞行员出现了问题 试飞员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以确保飞机的安全起飞 并在飞行中解决问题 通过和这些试飞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交流 刘晓士和团队发现 这些案例展示了试飞员们需要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及他们在日常任务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为了进一步拓展剧本 刘晓士和团队还找到了一些真实事件 例如 某架新型客机在进行首次试飞时出现了问题 团队必须找到原因并解决问题 以确保飞机的安全试飞 某试飞员在飞行中发生了严重的机械故障 导致飞机需要进行维修 试飞员们必须通过与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交流 及时获取信息 并采取行动 以确保飞机的维修顺利完成 这些真实事件让剧本更加丰富和有趣 也更具挑战性 通过采访和资料收集 刘小事和团队才得以呈现一个完整的 专业的 具有趣味性的《长空之王》 《长空之王》 向刀尖上的舞者致敬 电影《长空之王》近日公开了幕后花絮 其中展现了影片拍摄过程中的精彩瞬间 在一场模拟空中突发险情的戏中 王一博被倒挂机舱中 反复旋转几十圈 这是电影中重要的场景之一 为了模拟高空下坠的危急 导演组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为了更好的模拟这种危险的情况 制作团队对机舱进行了多次模拟 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 以保证演员的体能和技巧 在这场戏中 王一博被倒挂机舱中 反复旋转几十圈 让他的体能和精力消耗殆尽 这也需要演员有很高的技巧和反应能力 王一博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让观众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惊险和危机 整个拍摄过程需要演员的耐心和毅力 而王一博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他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为影片拍摄带来了关键的时刻 也展现了他对事业的热爱和对自我挑战的精神 电影《长空之王》的成功不仅在于精彩的特效和制作团队的努力 更在于演员的出色表现 王一博在其中展现出了他的职业精神和敬业精神 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长空之王》笑泪热映中 热血高燃 超出期待 带上全家一起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